好前面我们测试了一下这个用播放MP3是没有问题对吧 对好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怎么来进行播放对不对 好比如说我这里呢找了一个我看一下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设备当中 我找了一个像这种比较特别的这种格式对吧 这个格式那么他我来看一下啊 我看我的这个文件管理器对吧 然后里面呢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文件有没有什么奇怪的格式 是吧有这个MP4肯定是没有问题对吧 有这个FLV这个文件格式好吧我们随便找一个来播放一下 好那我们播放这个FLV格式呢我们看一下怎么来进行播放 那么首先呢这里我才得再重新写下这个创建一个 对吧这就是当前那个之前那个测试那个包的那个包名 看来还在这儿了还有问题对吧但这个不影响那是测试包 好好我们再新建一个activity啊 好新建一个activity 这个呢我们叫做就叫man2就行了啊 man2 好我们下一步完成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来使用这个视频播放 那么在播放视频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是使用什么来进行一个播放 之前media play的时候media play里面我们制定义一个叫 soface view对吧soface view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播放 那么实际上呢在安卓里面它还有一个我们这里没有说到 因为呢它的性能实在是比较差 比较差而且呢它这个用的还是非常非常少 叫video view这样一个组件 我们没有去给大家去演示对吧 video view它就直接就是相当于一个播放器 来实现这个播放也比较简单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我们的这个vitami里面 它也实现了这个video view 实际上video view呢它这个类里面 它就是也是实现了这个soface view 它的副类就是soface view ok只不过呢在vitami里面这个video view呢 它就它是因为是万能播放器嘛对吧 它就能支持更多的格式 所以在这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用它的这个video view会用的会更多 ok好比如说我们来看它在哪呢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vitami 然后它看一下它的类是吧 看它的这个类包里面 然后在它这个叫vidget里面是吧 里面呢会有一个叫video view看到没有 video view这个是media controller 就是一个控制器 咱们来控制播放的 它已经这已经已经有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实现这个播放 那为了方便写我这里改进linal layout 好吧 linal layout 然后这个编剧呢我们也给它去掉不要了啊 然后给它来一个orientation是吧 假设说是vector可以吧 然后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进行加入这个播放器呢 那实际上是这样的啊 你也可以去根据我们的这个视力里面 对吧 你可以打开我们这个demo视力 你看一下这边就有这个专门播放 play 这个叫demo video 是吧 嗯 他有没有video这么一个一个一个类是吧 我们打开你看一下啊 vnvnc打开 好 这个打开以后呢你可以看到的是 呃在哪呢 这边他使用的就是这个 看啊这个使用的是这个叫 还是用这个surface holder是吧 对surface holder的方式 然后往下走 surface view 然后呢 surface holder 这我们按照我们相当于是之前的那个 我们那个播放的这个方式了 对吧 get holder 然后放进去 然后这边呢 设置一下这个path标题对吧 嗯 就是设标记等于空的时候一个提示啊 然后new出来对吧 然后呢把这个 display设定放进去 这我们按照我们之前的方式来进行显示的 对不对 对 这样的 然后呢我们看到另一个啊 看另一个 呃 video view 看那边是不是有好多video view是吧 嗯 video view的这样一个测试 我们看一下啊 video view 他这里边呢 实际上就是有一个组件叫video view 实际上他就像一个播放器一样 啊一个播放器一样非常强大啊 然后呢 你只要给他 设置一个uri的吧 设置一个uri 然后呢设置一个video view path 就是你要播放的那个文件 对吧 然后呢再设置一下media controller 就是那个控制器 那个按钮都不用你写 哦 拨放暂停 对 他就直接就给你搞定了啊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呢request fork 对吧 嗯 fork 他这个按钮就是什么什么暂停啊 那都有什么 呃 播放视频的时候一般就只有播放跟暂停 然后还有进度条 啊 当然还有还有这个这个这个比较走的那个进度条 啊 进度条他也有 哎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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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强了 是吧 就就不用你你来写了 对吧 不用你来写了 好那我们就先用一下这个video view 好吧 嗯 video view那怎么来用呢 嗯 用video view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啊 你还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圆码里面 他这个例子里面 你一定要猜到他这个例子来 嗯 他边有一个叫做 叫layout video view是吧 嗯 那你就可以找一下 我们就可以找一下啊 返回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video view 里边is 对吧 然后layout里边 video view啊 对 有好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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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啊 都可以参考啊 都可以参考 我们打开看 好 在这个video view里面呢 他就是实际上直接就是一个video view 嗯 是不是 然后这是两个这个打开video 跟打开video2 是两个这个按钮是吧 是 按钮 好 那我们把它给video view呢 拿过来 是放在就可以了 嗯 哎 这么放过来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就 再打开我们的 activity 这个地方去掉啊 好打开这儿 我们看首先我们定义一个叫video viewview 是吧 嗯 video view 这叫vv吧 是吧 好 2v嘛 然后这边我们vv应该等于什么find by d r.id. 这个叫做那边叫什么 叫surfaceview 是吧 surfaceview 对 然后我们哎呀 转换一下 ok 转换完事儿以后呢 你看啊 怎么来进行设置 他进行播放 这个非常非常简单 你就直接就是 呃 vv 你是要创建一个媒体控制器啊 对吧 叫media controller 所以也是Vitamin下面的 对吧 嗯 另一个media controller 是这个吧 对 media controller ok 然后里面呢 传这个 this 搞定 然后把这个controller呢 放到哪里去 site 一个media 是吧 site 一个media 这地方就ok了 然后 我们把这个site media controller 设成谁啊 设成这个mc 是吧 嗯 放成mc 好这样的话呢 这个已经就 设置上去了啊 这空气跟这个我们播放相当于这个videoview这个播放器啊 就像一个播放器 一个界面就绑定上了 然后呢 给他设置一下这个video path 是吧 是吧 这是一个路径 哎我们直接给设上啊 设上这路 哎当然了 我们刚才启动的时候呢 这这一步别忘了啊 是吧 嗯 我们就是启动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 嗯 跟哪个类一样的 加载类的这个代码 对吧 嗯 这句话别忘了 否则等一下你启动的时候会有问题的 对吧 ok 嗯 就这样的 然后video path呢 等于什么呢 我们就 呃 这个path 应该等于in velement点 然后呢 这个in velement点 现在我们要moves 是吧 嗯 加上 刚才那个是叫什么 java for 呃 我那个路径叫什么呢 forever.flv 是吧 我记得应该是这个 是java forever 这是一个经典的这个java的一个推广视频啊 是吧 对 就没看过 跟点赖的pk的 ok 嗯 好 然后呢 设置为video view path 就设置这个路径播放路径 完事儿以后 我们就可以 让他 呃 获取一套焦点 是吧 或者焦点 那vv呢 你就可以进行一个这个 呃 start 就可以了 ok start一下 这是最 简单的一种写法 然后在这边我们就把这个给屏蔽掉是吧 其他都是一样的 其他都一样的 走 那你如果你要播放的是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视频的话也是ok的 就直接把那个换成那个网织 对 把那个路径换成网织 用那个url的方式 对吧 url的方式啊 进行给他放进去 就ok了 这是设置这个pass的时候 把那url地址给他放进去 是吧 ok 我们看啊 好 现在我这个已经你看 一启动起来 它立马就 播放 开始进行播放了 对呗 你看点一下呢 它最下半是空的进入条 啊 你点那视频 你可以这里暂停的吧 嗯 暂停 只不过它这里全屏啊 这边中间有这个白的空间的地方 你可以设置一下 哦 然后这边可以拖拽是吧 嗯 都没问题吧 没问题 这是播放的llv这个时候 当然你看这里的时候 你有延迟啊 我这里看的还是很流畅的 因为这是这个广播出来的 嗯 所以它比较有延迟的地方 对不对 对好 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就是主要就是解决的什么 什么问题啊 就反正无关系解决的就是这个 播放的格式的问题 对吧 其他方式的话呢 就是还是正常一个播放 比如说你要创建这个列表啊 播放列表啊 等等一些东西 对吧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没有问题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主要给大家举这个一个播放声音 一个是视频 视频 主要是视频的这个格式 对 因为声音还是MP3 声音MP3还比较多 对不对 比较多 然后这个里边的主要是还有这个例子 这个sample里面的 sample里面的例子 如果大家对这一块感兴趣的话 可以都研究研究这个例子 对吧 甚至说你有些时候呢 可能还需要去 这个 如果它圆码不符合你的要求 那你可以直接怎么样 直接上去改嘛 上去改 对不对 改成你符合你的要求的就完事 你看那边这些类直接就放在这下面 对吧 直接就在这下面 如果你觉得它的哪些地方不来合理 你就可以怎么样 直接去修改它 你看你可以直接看到这个medial controller里面的这个原码 是吧 嗯 可以看到它的原代码 然后呢 连它的这个布局文件 对吧 都可以看到 这个布局文件 你看medial controller里面还有个布局文件 对 对不对 如果你不想要这个标题 你就把它把它给干掉就行了 对 是吧 你看它这里面你看到的是 这个就是播放器的那个 造型 那个样子 对吧 自己也一个样子 我的工程 我的路 对吧 可以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你可以任意的去定制 做成你想要的解效果 好吧 OK 那我们就是基本的这个东西 可能就给大家先讲到这了 然后呢还是 大家如果要深入了解 可能就要去 在一起好好研究一下它里面内部的一些代码 对吧 为了要用到 如果要实现类似于播放器 或者说这个视频播放这样的功能的时候 你可以去使用这个维他蜜这个框架 对吧 因为好多很著名的这个像这个视频播放 都是采用的这样一个框架 对吧 这是我们国人的一个骄傲吧 相当于是 对吧 国内开发的一个一个这样一个框架 好的 那我们这个 嗯 这一节维他蜜这个课程的一个基本的 这个 使用 基本的使用 就给大家先介绍到这 好吧 好的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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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